过去三个月啊 从股市赚到一倍 甚至是三倍钱的人是大有人在 那在新冠疫情笼罩下 昨天我们的报道就提到 马股竟然在这个最不寻常的时刻呢 掀起牛市热潮 交易量竟然一再创新高 那些是大家都知道的 手套股是涨个不停嘛 接下来就是医疗股啦 药剂股啦 而几乎所有哦 那所有跟口罩生产 沾到一点边的股票 也都在大幅飙升 那像是LKL国际 股价年内是涨了超过2200% 然后德成控股 股价也涨了超过1000% 而最引人瞩目的就是 过去一个星期 连续三天涨停板的诺生集团 可以说那除了传统蓝筹股 连一些不懂在做什么生意的仙股啊 也几乎都在涨 甚至有不少都是涨停板 或者是翻倍在涨的 电视机前的一些观众相信 很多人也赚了不少 那总而言之 除了蓝筹股 大家是排着队轮流涨就是了 近期的这股马股狂潮 赚钱看起来好像真的太容易了 你知道有点像是 你在泛滥的河中 你随便伸手进去水里头 你就能够随便抓到鱼一样啊 那些鱼 你也不知道它从哪里被冲下来的 然而大马股是高潮不断 成交量跟成交额不断破新高的同时 让人开始担心 世界上哪里有没有顶的高山呢 那最近五六个月的马股呢 是不是世界末日前的疯狂呢 目前的市况是在炒作 不符合价值投资的原则下狂飙 如此的疯狂 泡沫爆破 是不是已经悄悄地按下了 倒数计时器呢 那嘉年华狂欢之后 会不会迎来满目疮痍 惨不忍睹的破坏啊 上帝要你灭亡 先让你风化 民间常说的话 就是只要连 安哥安弟都买股票 我们所谓的股盲 都可以像股金一样 不同股票都可以赚大钱的时候 就是泡沫的这个来临 许多人都在买股 见面就谈买什么股 当人人都是股神的时候 泡沫是不是很快就会降临呢 当下股市疯狂的程度 难道真是离泡沫不远了 拉曼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黄锦荣 接受八点最热报 视讯访问时认为 大马股市其实是近几个月 才开始疯狂 如果要说股市出现泡沫 似乎还言之过早 如果以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为借鉴 泡沫爆破以前 会先出现几个大环境条件 它第一个条件是 所有人都对马来西亚的 这个经济的未来 充满无限的这个憧憬跟想象 觉得说我们这个经济是起飞 然后只会飞不会掉 但我不觉得我们现在 对马来西亚经济的未来 展望有这样子的一个预期 这个心理因素没有 第二个要素 就是大家对这个风险 可能出现都普遍的低估了 但是我又不觉得说 这一趟整个股市 包括金融市场 对风险的这个评估 有偏低的迹象 因为大家都还会觉得说 疫情是否还会再来 然后这个经济的脚步 是否还会放缓下来 所以大家还会对这个风险 保留这种谨慎的这种态度 它也不是每个股票都上涨 当所谓的泡沫 就是你闭着眼睛 你也可以赚钱的那一种 那个就是才所谓的泡沫 所以就这一点它还不是 全民不认为经济前景大好 没有普遍低估的风险 也不是每只股都在涨涨涨 以上三个大环境条件不存在 所以黄锦荣认为 泡沫似乎还没形成 而且距离疯狂大泡沫的出现 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马股即便是近来特疯狂 它其实已经反弹超过30% 但是1580多点 那也不过是回到去年年末的 那个水平而已 它也不是说什么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大概距离创历史新高 就1800多点 还有一个大距离 要出现真的疯狂大泡沫 那个大概肯定还要超过1800多点 那个才能够出现全民皆疯狂 那个这样子一个阶段 然而世界上没有五顶的高山 旅创高峰的马股还能冲多高 还有多少个高峰可以攀呢 如果要讲还有成长的空间 我觉得是百万块 比如我觉得现在来讲 还是有比较大的期望 就是在于这个health care 就是医疗或者是健康的板块的这方面 还是有不断上涨的这个现象 而他们是基本面是有充足的去support这个股价的 在彩户涌入手套股发力之下 马股7月是一飞冲天 越炒越热 一个月里头狂涨了103点 一片歌舞升平 然而在进入8月份 公司企业刺激业绩出炉的时候 证券商提醒 马股在这个月相信将有所回调 一些被炒得太高的股票可能一觉醒来 会开市就高空跳水 我相信8月份就会进入一个回调状态 因为如果股价涨得太高 而它的业绩跟不上的话 基本上它一出业绩的时候 股价就会开空就会跳下来 这个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公司 在第二季度的时候 就是4月到6月之间 如果underlock now或者MCO的话 基本上他们都不能做太多的业务 它的业绩可能revenue也不是 可能会损失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的revenue 这个业绩来讲我觉得应该会比较的 weak, weaker earning 比较弱势的一个季度的报告 世界上没有不会停的狂欢舞会 对于当前股市惊人的狂热程度 两位受访者也对股民们 是给出了提醒跟劝告 拉曼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黄景荣 提醒所有已经进场 或者你想要进场的股民 即便进场的那一刻你是股忙 但是你只要参与了股票投资活动 你就要想办法让自己变成股金 你要去了解你买的股票 毕竟我们到超市 你买个快多钱的东西 你都会去看看那个标价 会去看看那个实用期 然后多想两下值不值得买 所以在买股票的时候呢 当然就不能够什么都不看 连想都不去想 就一窝蜂的去听传言消息 然后抢着买 那未来在股票市场 不管你赚到钱还是没赚到钱 建场的时候一定要做足功课 并对个别股票做好买卖风险的评估 而MCAonline研究主管刘李玉 则表示呢 现在很多股民都觉得 那现在每一只股都可以点时成金 这就给市场酝酿着很大的风险了 现在的趋势是 大家都认为 不管买什么股都会涨了 结果贪念就越变越大 自然也就会把越大的资金给投入市场 但是却忘记了 要怎么去做风险管理 他提醒散户必须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离场 并且设定你的止损点 一旦触及你的损失上限 就必须要离场 以阻止亏损扩大 是的 钱大家都想赚 那在这一轮拿股狂潮之下 不管泡沫是否已经形成 大家必须要以97金融风暴作为历史接见 股灾来临几乎都是没有预警的 风暴一来 1997年2月26日富士大马综合指数 短短几天就从1300点是跌到270到280点 一年半内股市蒸发近八成 之前不管你是大赚还是小赚的都化为春梦一场 甚至还搞到不少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那么永远预估不到市场明天会如何 已经进场的或者正要进场的 大家要时时保持清醒就是了